歡迎收看自然很簡單,我是思考特老師 歡迎收看自然很簡單,我是思考特老師 那今天晚上我們要上的是九年級國三德里化 目前進度講的是那個電阻的一些歐姆定律的一些問題 那今天教的是那個歷屆試題 在講義的第75頁,那個電阻跟歐姆定律的一些定義 跟一些公式,我們前面有上過 同學務必要再多看一下 那我們看那個在講義的第75頁 看歷屆在這邊怎麼做命題的 來,第一題 好,第一題題目是說 如果金屬導線的溫度維持在某一個固定的溫度 就是溫度是固定的 這個時候呢,金屬導線的電阻大小跟下列核者無關 A說導線的材質 導線的材質本身會影響到電阻大小 我們有說過 銀的導電性最好,銀銅金 好,所以那個材質有關 那B他說截面積,導線的截面積 所謂的導線的截面積就是講的是那個導線本身的出息問題 當然有影響 那其他說導線的長短有,長短也有影響 導線越粗,電阻越小 導線越短,電阻越小 你越長就阻力越大 這個答案是豬了 導線所接的電壓 我們說那個符合歐姆定律的電阻 它是不受電壓的影響 所以電壓不會影響到它的一個改變值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 好,看那個第二題 第二題我先看一看要不要畫圖 好,第二題它題目是說呢 它利用電池跟安培機伏特器等器材 去測量加以兩條不同的電阻 兩端電壓跟通過電阻線的電流 實驗裝置如土 然後呢,它獲得實驗室數據在這裡 然後根據這些資料 他說推論你何者正確 叫你選答案 然後怎麼選?先看 這是一個簡單的福特器安培機的接法 福特器跟整套電路是並連接 安培機跟代測電路是串連接 這樣接 然後再來看這個甲 甲呢,它的用法是說 它用一顆電池兩顆三顆 一也是一顆兩顆三顆電池 然後測到結果呢 一顆電池1.4伏特 兩顆2.8,三顆4.2 它情況都一樣 也都是1.4,2.8,4.2伏特的電池 再來這個甲的電流 甲電流的話呢 一顆電池的時候1.4伏特 它是7毫安培 兩顆的時候14毫安培 三顆21毫安培 贏的話呢 一顆14毫安培 兩顆28毫安培 三顆42毫安培 可是你看喔 一顆電池的時候是7 14,28,42 按照電池的個數有放大的效果 1.4的兩倍跟3倍 這也是1.4兩倍2.8 3倍4.2 對不對 看這裡喔 兩倍三倍 兩倍14 三倍21 14兩倍28 三倍12 所以甲野這兩個電阻 都有符合歐姆定律 好再看喔 符合歐姆定律之後 再來看 誰的電阻比較小 一顆電池是7 一顆電池是14 在電壓相同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電流越多的 表示電阻就越小 所以乙電阻會比較小 所以我們挑答案怎麼挑呢 要挑那個乙電阻比較小的 乙電阻比較小 你要怎麼選 來我把那個圖畫一下 它有幾個圖喔 看那個A選項 A選項它這樣寫的喔 這邊是電流I 這邊是電壓V 這一條是甲 這一條是乙 那這樣的寫法 對不對 要不要選它喔 然後怎麼說 那我們從電壓這邊呢 畫一條垂直線 表示電壓相同 在電壓相同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這個甲 甲電流比較小 表示甲的電阻大 乙的電流比較大 表示乙的電阻比較 電流比較大 表示它電阻比較小 所以符合我們剛剛說的 乙的電阻比較小 電流才會比較大 所以A就對了 答案選A 它其他畫法都不對啦 像那個什麼 它有些畫重疊的線 它畫平行的線 這些甲乙的位置對調 那都不對 那只有A對 所以答案選的是A 這是第二題 好 再來我們看那個第三題 一樣我先畫圖 第四五頁的第三題 它說呢 有個電路裝置呢 如圖所示 那電池的電壓是6V 有沒有寫 沒有寫 好寫一下 這電池電壓是6V 那電阻甲跟電阻也是並聯關係 加也是並聯 再看有沒有錯 流金P點的電壓 電流 流金P點電流是2A2A 流金Q的電流是3A 若不計導星電阻跟電池內電阻 而且電阻器皆符合歐姆定律 那加1兩個電阻的比 為幾比幾 那你要求電阻比 不如把它算出來好了 它這是並聯電路 所以電壓相同 這邊6V 上下都是6V 因為是並聯電路 電壓相同 再看流向 電流這樣子過去 然後這樣流回來 流回來的時候呢 總電流是3A對不對 這3來自於這裡加這裡 因為它是並聯電路 電流相加 這樣子流下來是2A 所以流金這個甲的電流是2A 這樣流下來2A 那2A加多少變3A 1A嘛 所以這邊是1A 所以流金乙的這邊流過來是1A 然後合併之後 在一起又變3A 好這好我們去算一下 根據公式VIR 我們說那個要求電阻公式啊 V等於I乘R 那要求R的時候呢 你可以怎麼做 把I移過來處理 放分母去 I分之V 所以要求那個甲電阻 可以求啊 甲電 它為什麼 它為的是比例 好了比例直接寫比好了 所以R甲 就甲電阻 比上乙電阻加R乙 的比例 用這公式寫 I分之V 對甲來說 I 2 V 6 6V 有沒有 I分之V 叫2分之6 對以來說 I分之V I是1 V是6 叫1分之6 那約分之後怎麼樣 變3比6 再約分 答案是1比2 所以加1兩個電阻比 他們是1比2 那選的就是A 我剛才想一下它有別的做法 幹嘛那麼無聊 因為加1兩個電阻 根據公司VIR 加1兩個電阻 你會注意到它的電壓相同 電壓相同時 電流跟電阻會乘反比 它的電流比是2比1 電阻比反比1比2 直接結束了 所以答案選擇也是A 這是第三題 翻過來看第四題 76月第四題也是要畫圖 那我先把圖先畫下來 我們再來做解說 通訊可以把題目先看一下 然後先畫圖 來76月的第四題 第四題 好題目說電路裝置如下圖這圖所示 就是假設電路中呢 三個巫師燈泡完全相同 就一樣規格 一樣電阻的燈泡 而且都遵守歐姆電律 以致通過A出的電流是0.8A 記錄一下 通過A這邊 這樣子流過來 0.8A 代表說呢 這兩顆燈泡都一樣 0.8A 經過的電流 好再來呢 下列合則可能是 通過B的電流 就這樣子而已喔 好 來看喔 這個是一樣規格的電路對不對 而且你注意看一下喔 怎麼樣的接法 它是並連接 並連接法的時候呢 它是電壓相同 電壓是V 所以V都一樣 一樣的V啦 幾V不知道 但是電壓會一樣 我們看到公式喔 公式叫做VIR 還有名字像VIR 那我們那個V固定的時候 V固定的時候 IR是反比關係 什麼叫反比 反比所謂的導數比 那我們看喔 這兩顆燈泡規格一樣 規格一樣的時候呢 它的電阻是相加的對不對 這一個燈泡 所以假設喔 假設 如果我的燈泡是1歐姆 這1歐姆 這1歐姆 這1歐姆對不對 那串連的時候呢 總電阻相加 相加變多少 2歐姆 所以上面是2歐姆 下面是1歐姆 注意看喔 它的電阻比 是2比1 上面2 下面1 對不對 那電流比呢 反過來 導數比 其實導數比就是 導數比就反比啦 會變成1比2 1比2 什麼意思呢 告訴你說喔 這邊的電流會上兩倍大 兩倍多少 0.8乘2 0.8乘2 所以流金這邊的是1.6A 1.6再加0.8 匯合在一起變成B 所以B多少 B的電流就是 上面這邊過來是0.8 那經過下面走的 這個是1.6 兩個相加之後 答案是2.4A 所以流金B的這個電流呢 要選2.4A 選的就是珠 這是第四題 降末題 好我們看那個第五題 76A的第五題 好第五題要說呢 HANA製作一個簡單的燈泡電路 發現燈泡太亮 他本來做個燈泡電路 燈泡太亮 然後呢 為了讓燈泡變暗一些 他有一條均質長形伸縮性加的假金屬 串接在電路中 所以這假金屬後來加的知道嗎 你不知道本來是沒有他 本來沒有這個是說這一條先連過來 他覺得太亮了 就接了個假金屬 當作一個電阻 最好發現燈泡太暗 那假金屬做什麼樣的處理之後呢 再把它接回去 它的燈泡亮度 會介於 就是 太亮跟太暗之間 太亮是說完全沒有假 太暗是因為假跑進來之後 又太暗了 要怎麼調整 A他說 將假金屬的長度切一半 本來齁 完全都沒有假的時候太亮 加假又太暗 我把這假切一半 切一半怎麼樣 這邊線接過來之後 你把這個切一半之後 它的電阻會變小 所以流量會變得更多 那燈泡會比較亮一些 那比較亮又不會介於太亮 因為太亮是說完全沒有電阻啊對不對 所以A是可以的 B他說 把長度減去拉長一倍 拉長一倍是說 它金屬是有彈性的 再拉長一倍 拉得更長 你拉得越長怎麼樣 電阻越大 更暗 所以B不對 其他他說呢 把假金屬的厚度切一半 把厚度切一半 是變得比較細 越細電阻越大 更暗 不行 那諸葬他說呢 把假金屬的長度減一半 長度減一半是對的 他說把厚度減一半 這樣不行 所以答案選的是A 把這長度減一半 現在結果就可以了 就介於太亮跟太亮之間 好看那個第六題 第六題 雖然他講到一些功率問題 不過沒關係 我們一樣做介紹 第六題我簡單說 他說做電學實驗的時候 夏圖一的電路裝置去測 電阻的電流跟電壓 並計算電功率 電功率還沒學到 電功率的算法 這樣算呢 功率是瓦特P 等於I乘V I是電流 V叫電壓 所以我們看那個圖表裡面 你看 他的導線呢 是接在這個 伏特器看一下 他伏特器 他接在那個10V 你叫對10V的數字 對過來是2伏特 所以他是2伏特 這邊寫2對不對 那他的電流呢 電流這邊是毫安培計 毫安培計要變 安培要除1000喔 他接在什麼位置啊 50的位置 然後指到40的地方 所以他是40毫安培 可是40毫安培啊 他要變成安培要除1000 除1000之後是0.04A 所以0.04 0.04 0.04 寫錯了 0.04 所以乘上2 變多少 會變成0.08W 0.08W 所以答案選的是B 不過這關於這個功率部分 會不會再上到 這題目應該會再出現 我再說一次 這第六題先這樣講 好 看那個第七題 第七題 第七題 他題目是說呢 夾以柄三條電阻線通過電子 通電的時候 定壓V跟電流I的關係圖 VI圖都寫直線 成正比關係 VI是正比關係 那就是符合歐姆定律 他說三條電阻線 由相同的材料製成 他們的長度相同 但粗細不一樣 所以夾以柄雖然看起來 電阻不大一樣 但是他們的材質都一樣 他只有粗細不一樣 而且呢 那截面積大小分別是A夾A以個A柄 所以A夾是A的粗細 你說截面積就是粗細的意思 他說呢 他A夾A以A柄做比較 A夾A以A柄做比較 來我跟你講 你先判斷一下他們的電阻大小 再來判斷導線的粗細 再影響 再跟截面積做比較 首先電阻大小怎麼看 從V這邊畫一條水平線 畫水平線之後怎麼樣 叫電壓固定 電壓固定的時候呢 電流越大的 表示電阻就越小 對不對 因為你電流小 有沒有 電阻小 流量才會大 那為什麼一樣電壓你電流這麼小 因為你阻力很大 所以這電阻比較大 怎麼加血 這底下看電流 所以電流大的就是電阻小 那麼電流相對比較小的 所以表示假的電阻比較大 好這看 這要粗細問題 這要粗細問題 你電阻越大是越粗還是越細 細 所以這比較細 對不對 那電阻越小的表示要比較粗 所以這丙會比較粗 比較粗 比較粗表示截面積大不大 大 有沒有 所以你要比較的截面積大小 越細的截面積越小 越粗的越大 所以是假小於1 小於丙 選這一個 當然選的是 豬 他寫出 A丙 大於A1 大於A甲 反過來寫可以 所以當然選豬 這樣怎麼問題 簡單 好看那個第八題 你讓我先畫圖 第八題 好七七我們看那個是第八題 好電路裝置呢 如附圖所示 電路中的電流是1A 他幫你寫好了 1A 他說將原來的電池 在串連上一顆相同的電池 使得總電壓變12V 所以本來是6V 後來要說再加一顆變12V 這個意思 那如果電器都符合歐姆定律 導線中的電阻忽略不計 假設電路未受損 電池沒有內電阻 那通過電阻器的電流會變多少 你看他就說 當我電壓放大兩倍之後 這電阻器本身沒有變 我電流會變多少 你看那公式 我們背公式不是VIR對不對 V的I乘R 你這邊哪邊沒有變 你的R沒有變 電阻沒有變 你電阻沒有變的時候 VI什麼比 乘正比 乘正比什麼意思 你看 你的電壓從6變12放大兩倍 那你的電壓變兩倍 電流怎麼樣 也是兩倍大 所以EA變幾A 2A 所以他問題說他電流變多少 答案寫2A 選的是2A 選的是C 這個第八題 好看那個第九題 第九題我直接說 因為他直接畫那個 好我先畫圖 第九題 第九題 在7-7的第九題 他說四肢相同的材質的死心同棒 都是同棒 同棒就是CU 然後他的截面分別有正三角形 跟正方形 然後他的邊長如土所示 就是有10公分的有5公分的 他說比較一下呢 他電流是接前後 他是接前後接 不是接側面 前後接的話 他說這個電阻的比較 看誰電阻大 誰電阻小 那你要怎麼比 我們要這樣比 第一個 電阻最小的應該是越短越好 然後越粗越好對不對 最短的是這兩個 誰比較粗 他比較粗 有沒有 所以這個電阻會比較小 R最小 電阻最小 那電阻大了 代表他比較長 而且他比較細 長的有這兩個對不對 誰比較細 這是0.5公分的正方形 這是三角形 是比他小 因為你正方形畫起來變這樣子 很明顯他是比較小 對不對 他是又小 面積又小比較細 又比較長 一樣都10公分 他也是10公分 但是他比較細 所以這電阻比較大 R比較大 R大 所以他說 電阻最大的 就是甲棒 甲這個銅棒 那電阻比較小的 就是釘棒 所以答案選 甲棒跟釘棒 電阻大 甲棒 電阻小 釘棒 選的是B 這第九題 好看那個第十題 好先畫圖 第四題 好 其實八夜第四題他說呢 佳伊秉丁呢 有四個相同規格的燈泡 規格一樣 就是說他電阻都一樣 所以規格會一樣 燈泡的電阻一樣 規格一樣 然後說他的電磁的接法 將接 假設呢 四個燈泡的電阻直接不變 則下列去出何者正確 那我們這樣看 這是電磁的正極 這是負極 電流從正極出發 從負極回來 你要不要注意到 流進這邊的時候 總電流流過來的時候 分兩邊走 又匯合在一起 對不對 因為匯合在一起 所以甲電流是不是總電流 所以甲會最亮 所以最亮的會是甲 這個是最亮 因為總電流這邊匯合 又是一樣的規格 這個最亮 那你看喔 在做分流的時候 他分上下走 可是呢 兩個燈泡電阻會變更大 所以這個釘的燈泡 會比乙跟柄稍微亮一些 但是這釘燈泡沒有甲這麼亮 但是乙跟柄是一樣亮 一樣亮但是他相對是相對比較暗一些 所以這個是排中間 所以最亮的是甲 那乙柄都是一樣 稍微比較暗 但是釘會比這兩個都亮 他問什麼 他問的是電流的問題 那一樣的情況 甲電流會最大 那過來是釘 但這兩個電流會相同 因為他是串聯的接法 那答案選哪一個呢 A他說 流金甲燈泡的電流小於乙的 不可能啊 甲是總電流耶 所以那A不對 B他說 流金乙燈泡的電流 大於流金丙的 乙丙電流會相同 那因為串聯接法嘛 電流會一樣 那希他說 流金丙燈泡的電流小於流金釘的 因為分兩邊走的時候呢 這比較不好走 電流比較小 電流比較大 所以他說 流金丙的電流小於丁的 沒有錯 答案選的是C 那注意也不對啊 他說流金釘的東泡大於甲 不可能大於甲 因為甲是總電流他最大 好所以答案選的就是C 這是第10題 好我們看那個第11題 11題畫圖 78件第11題 他說導體甲乙丙呢 分別連接三個電流裝置 如復讀所示 三個導體呢 均由相同的材質所構成 所以甲乙丙材質都一樣 那導體甲的長度是L公分 L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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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一下 怎麼會講到東西 導體甲的長度是L公分 那截面積是A 那導體乙的話呢 它的長度是2L 2L就是兩倍大 比它還要更長 那截面積呢也是A 那再來是導體柄 它的長度是L公分 欸 長度是L公分 所以這長度跟A 跟那個甲是一樣的 那它的比較粗啊 它的面積是2A 截面積2A 那電路中呢 導線一個安排器段電阻 內的怎麼都忽略不去 那導體甲乙丙 所連接的電路裝置中 這三個電流的值 是I甲 I乙跟I乙 就是我們的安排器啊 測到甲的是I甲 測到乙的是I乙 乙的電流就是I乙 然後比加我們電流大小 正好比啊 怎麼說 拆之一樣的時候 你越細的越長的 電阻越大 電流就越小 相對點越短的越粗的 它的電阻比較小 電流就會大 我們很明顯做比較 比較是這個比較粗2A 2A不是電流是比較粗啊 它比較粗 然後呢 長度是跟甲乙一樣 所以電流最大是它 所以這個是I柄 這是柄 所以I柄的電流會最大 誰最小 這兩個做比較 但乙比較小 為什麼 它是一樣 一樣都是A這麼粗細的 但是它的長度比較長 所以它電流會最小 所以I乙最小 那I柄就 I甲排中間 所以排大小 兵甲乙 I柄 大於I甲 大於I乙 選擇就是C 這第C題 好 來看那個第12題 好 電路裝置呢 如右途所示 通過安培器的電流是1A 你這邊記錄一下1A 這邊是1A 通過它是1A 然後呢 三個電阻區的電阻都會R歐姆 所以 R歐姆 捐符合歐姆定律 導線安培器電池的電阻可忽略不去 在接通S開關後 通過安培器的電流應該為下列合者 所以S還沒有接的時候 這樣子流過來是1A 這三個電阻的規格都一樣 都是R歐姆 對不對 那你接通之後怎麼樣 你給它接通之後 這什麼電路啊 這是並聯電路 你並聯電路是不是電壓相同 電壓相同的時候 本來這一顆經過是1A 幾下流過來這邊也是1A 對這邊也是1A 所以匯總起來變幾A 流經匯總之後變3A 所以它的總電阻會變成3A 所以答案選的是珠 這是第12題 好再來我們看那個第13題 第9月的第13題呢 它是說呢 小方使用安培器測量通路上 某電路上面加一柄三個不同位置的電流 結果如下錶所示 那假設呢 下列選項中各電路的燈泡都相同 而且呢電阻接固定不變 那哪一個可能是小方所測的電路的情況 他測的結果這樣子喔 呃 假1.5A 乙1.5A 比3A 所以這裡面呢 哪一個圖形符合這樣情況 我們依序來看一下 有可能是A嗎 A什麼樣 A是串聯的電路 串聯電路的時候電流相同 這電流明顯丙就不一樣了啊 所以不會是A 把它去掉喔 看B好了 呃如果今天測到我們寫一下 如果假是1.5的話 對不對 1.5A 1也是1.5A 這什麼電路 這兩個是並聯電路 總電流相加 1.5加1.5答案是3A 如果這邊3A這樣過來 到柄也是3A 欸可以喔 所以目前B可以喔 打勾 應該答案就B了 還有其他會什麼問題喔 假是1.5A 對 乙他說也是1.5A 對 來 那個丙他說3A 有沒有可能性 不可能 因為他有說喔 他的規格都一樣 這很明顯是並連接法 並連接法 電壓相同 你燈泡規格一樣 電壓相同 電流會一樣 所以這個丙會是1.5A 而不會3A 如果你這邊3A 表示這燈泡規格更加不一樣 所以那C也不可能化掉 還有這個珠 一樣我們把它寫下去喔 甲是1.5A 這邊1.5A 乙是1.5A 這邊1.5A 乙是3A 這邊是3A 合不合理喔 你看喔 你從甲過來這邊1.5A 這樣子過來是1.5A的話 沒有 這樣過來1.5A 那你從這邊過來還沒有加到耶 這兩個相加也是1.5A 那甲就1.5A 這不就沒有了 所以不可能喔 所以這珠也是完全給錯的 那答案選的就是B 這第13題 好 再來看那個第14的這一題喔 我先把圖畫下來喔 第14題喔 他說呢 他做電穴實驗呢 將結果驗算後 驗算後 確定甲乙跟丙 三條粗細相同的聂格斯 其電阻 跟長度成正比 他做實驗去算之後 他發現甲乙是 三條粗細相同的聂格斯 他差別在長度不一樣 所以他說 他的電阻呢 跟長度成正比 那三天後呢 寫報告的時候發現 他漏掉了這兩個 S跟Y的數據 那依照下表所示呢 哪一組是S跟Y最合理的數據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有說他的 呃 電阻跟長度成正比 這邊資料比較齊全的是乙的這一組 15公分情況下 2.7伏特 電流是0.3安培 用這方式求出電阻是多少 對不對 電阻公司還記得吧 VIR V等於I乘R 那什麼是V V叫做電壓 電壓給多少 來看一下喔 2.7超像的 乙的齁 等於I I叫安培 0.3 0.3安培乘上R 這是乙的電阻喔 而且R乙齁 R乙叫乙電阻 把這移過來除喔 所以乙電阻答案多少 乙的電阻啊 R乙 就等於 這個去除以他 你移過來除嘛 放到分母去喔 他是0.3分之2.7 你上下乘以10之後呢 會變成3分之27 27除以3 答案叫9 有沒有發現喔 這乙電阻 乙電阻喔 他的電阻是9歐姆 我寫底下好了 9歐姆喔 那題目剛好說啊 他是跟那個長度乘正比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假電阻多少 15跟5公分 比較一下 15除以3變5對不對 跟長度乘正比一樣除以3 所以除以3之後呢 這邊又變成了3歐姆 為什麼要除以3 因為題目太好說啊 他的電阻的大小跟長度乘正比 長度15變5是除3 所以他一樣成正比算啊 一樣除以3 所以上歐姆喔 那上歐姆之後呢 這可以求啦 根據公式VIR 沒有 這個甲的電流是多少 叫I甲喔 所以3.6是V 等於I 這I甲的 就Y啦喔 不要寫I甲 就是Y 我們現在求Y不是嗎 這個I 這個I是Y的位置喔 電流是Y R就是電阻是3 3一塊除以3 所以Y答案多少 一塊除以3 1.2A 所以這個Y指的是1.2A 好了嗎 還沒好 還要求X喔 好了 S怎麼求呢 你看喔 用這兩個去求出他幾歐姆 然後怎麼求呢 好來 我們說VIR V是3V喔 所以3等於IR I是0.5嗎 對不對 你看這R丙是多少 丙電阻啊 R丙喔 來 V3等於IR I叫做安培嘛 0.5A安培 0.5放進來 R丙 就是丙電阻 就會求R喔 一塊Y除喔 0.5去除 3除0.5 所以R丙答案多少 叫做0.5分之3 那一樣上下乘以10啊 給它擴分喔 擴分之後呢 變成5分之310 3四吹5 答案是6 叫6歐姆 所以我們算出來呢 這邊是6歐姆 6歐姆之後 來跟這做比較 幾倍啊 兩倍大 它是3歐姆的兩倍大 兩倍大 長度也是兩倍啊 所以5乘2 X是10公分 所以這一題喔 X10公分 Y是1.2安培 答案選這個 10公分1.2安培 答案選的是B 這是第史詩題 OK喔 好我們看那個第15題 79頁的第15題 它說呢 某導體通電後呢 小花測量其電壓跟電流關係 發現此三組數據計算出的導體 電阻值大小相同 這三組的電阻值大小相同 圈起來齁 代表說歐姆都一樣齁 咦怎麼這樣寫歐姆 對啦這樣寫齁 其實電壓的代號呢 我寫一下 電壓代號就是V齁 這個是寫單位啦 電壓是V齁 這寫的A A叫安培 安培叫電流 這個是I齁 這歐姆呢 是電阻啊 所以這是R才對嘛 所以VIR在上面齁 V叫電壓 I叫電流 R是電阻 它單位是福特安培跟歐姆 所以它是寫單位的部分 他說這三組的測試結果 導體的電阻大小相同 將結果記錄於表格 他卻發現呢 數據遭墨水掩蓋 就是遺失了齁 而且呢 這導體符合歐姆定律 他問你說 那表中第三次測量的電流值應該為多少 第三次的電流值 就只問這一格啊 是吧 是啊 只問這個答案多少 好來 算吧齁 呃 比較完整的資料是這一組第一次 根據公司VIR V等於I乘R 欸這邊啊 V等於I乘R 對不對 你要求R怎麼求 移過來除 有沒有 也要求R I過來除V啊 不是 I過來除 V除I 所以3除1.5 3除1.5 答案是2歐姆 2歐姆喔 這樣互乘等於他嘛 對不對 這2 這也2啊 這也2啊 23這邊還6呢 順便寫6伏特 換這一格喔 這樣相乘等於12 622 所以答案是6A 所以第三次的電流是6A 問這個嗎 答案選C 容易對不對 好 好看那個T組來 在講義的最後頁 第八十頁 我們看那個 在這個講義的最後頁呢 這邊講的是那個 電流電阻的一個 安培機的使用的方式的說明喔 我把它題目的題概先說一下喔 他說呢 有個電路裝置呢 如附圖所示 那他所使用的 毫安培機測量電路上的電流值 此次導線分別跟毫安培機 接上RT這兩點 那 RT喔 你看RT喔 R跟T 他說毫安培機上呢 他的一個 讀數放大 如圖所示喔 然後圖中呢 R是 負極的端子 STU 分別是正極的 他是50毫安培 500毫安培 50 500 跟 跟 5A 5A沒有寫 50 500 5000 50 500 5000 所以這個圖喔 他給的也不大對喔 因為你看喔 50毫安培 跟 5000 5000毫安培就5A啊 難怪寫個5A怎麼奇怪 好 他說第一個他說 此電路上面呢 所使用的電池電壓是3伏特 他的電池電壓給的是3伏特 如果電池內什麼導什麼都不可忽略不計喔 那圖上的讀取的電流值來計算 電阻器的電阻值最接近下列何則 我說這樣的結果他的電阻是多少 這樣你去計算他 你要看他差的位置喔 他的負極就是R了嘛 這個不用管 可是STU的部分呢 他接到的是RT這兩點 R是負極 T是哪一個 你去看一下 他是中間那一個 中間那個對過來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他的排序 S是 STU 他的STU 分別是50MA 跟500MA 跟這個 U是5000MA 那題目是說呢 他在接的時候呢 他是接到那個 RT R就是負極 T這個啊 T是500MA的 所以我們要看哪邊 你要看那個500MA的 500MA呢 是這一個 這樣對過來之後呢 這個資料對過來喔 你看一下喔 他的位置呢 會指到 刻度3的位置 刻度3的話呢 如果是50MA 這邊就是3 如果是5A的這一邊 他是0.3 如果是500MA的這一邊 看過的話 他應該是30才對 好 所以你看 這要小心看喔 這個他接的是T喔 T是500MA 所以以500為主是看的是這一排 這一排是看到30 叫30MA 所以呢 他的電流多少 叫做30 毫安培 30MA 那用這兩個呢 去求出他的電流是多少 公司用哪一個 一樣是VIR V等於I乘R 那V的話呢 我們套的就是這個3V的3 I 叫做電流 用的是 用的是安培不是好安培 好安培資料改一下喔 給他除1000 除1000多少 除1000是0.03A 所以是0.03 再乘3R 把這一共來除 所以R答案多少呢 他是0.03分之3 上下乘100 3分之300 那300除以3 答案是100 100歐姆 所以他會問你說 電阻值是多少 答案是100歐姆 我們選的就是 豬 好 再來下一個 選的是豬喔 好 再來看第二個 他說要測量的更精準電流值 應該如何更動 那種毫安培計 的連接方式 你看喔 因為呢 這邊指的是多少 是30毫安培 如果你要看到30 30幾的話 怎麼辦呢 也不能接到500這一個 因為指太小對不對 你要接到50的這一組 所以50要接到S 接到S的時候呢 他的指針就會移到這個位置來 會比較精準 所以答案是要把這個T換成S 把T改進到S 所以選的是C 這是第二題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邊在教那個電阻 跟歐姆定律的一些題目 那包含像是歷屆試題 跟一些精選試題都很棒 同學喔 同學要把它搞清楚了 因為這都屬於基本的一些應用題 應用練習題 把它學起來之後 你在考試上面會更容易得心應手 如果不懂地方可以重複再看 因為其實都講得很簡單 好 那我們跟上到這裡囉 掰掰